印度现在是进入了冬季 那么每年准时报道的埋害又降临首都了 新德里的空气素质指数 今早达到了354非常差的水平 已经逼近了400的危险门槛 那当局呢就警告 未来几天这座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的空气素质 估计还是处于埋害的状态 我认为这些空气素质的空气素质 尽量的空气素质的空气素质 因为这些水平的水平 少于2.5 microns 和其他其他人的空气素质 当他们进入空气素质 从这些空气素质的空气素质 所以这些空气素质的空气素质 像病气素质疗 病气素质疗 病气素质疗 全部都关系了空气素质 在厕所在几天的空气素质疗 在厕所里有很多空气素质疗 我们要继续在两天 我们要继续在空气素质疗 有三个人的病毒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 我们会变成增加 我们也会变成增加 气温下降 冷空气困住建筑粉尘 还有交通工具废弃和烟雾 使得新德里冬天面对了恶劣的埋害 至于烟埋的元凶 就是周边农业大帮的火羹 尤其是庞治普帮和哈里亚纳帮 目前执法人员已经逮捕了至少16名 涉嫌火羹的农民 地方政府也在路面洒水沉淀粉尘 并下令提高停车费 增加公共巴士还有铁路的班次 避免民众开车以减缓空气污染问题 感谢观看